各位有大家好 我是文江勇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课又讲到了八字的这些基础知识 八字呢入门他有十神的作用关系 我们就根据他这个十神来判断他的吉凶 那么不管他任何门派都离不开这个十神 那么古人以十种名称 十种名称代表每个人一生中可以遇到的人和事物和不同的层面的信息 就是十神 大家也认为我们接下来就学十神了 你要知道十神 不知道十神 你这个八字你怎么批八字 对吧 现在都是网络时代 批个八字很快 以前还要翻书 翻个半天 然后现在就批八字就很快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学习了 这个就是十神了 那么一定要好好地学好 然后一定要知道 你看 这个日圆就是我们 比如这个就是日圆 日圆就是我们 就是我自己 就是八字的日圆 就是代表了我自己 那么我就是甲木 你看 我就是甲木 甲木呢 甲是羊木 甲是羊木 那么你看看这个什么 这个鬼水 鬼水呢 它是阴水 它两个不同阴阳 一个是阳的 一个是阴的 那么阴水呢 水是来生目的 那么生我者为阴 同阴阳的为偏阴 不同阴阳的为正义 也就是说润水 是同阴阳的 那么润水 你看润水生我的 水生目 生我者为阴 同阴阳的为偏阴 不同阴阳的为正义 那么鬼水 它是属阴的 那么润水是属阳的 我也是属阳的 那么就是说 他来生我 同阴阳的为偏阴 不同阴阳的为正义 我再讲一次 你看这个就代表 也代表了日元 这就是我 就是日元 就是我跟七个字去PK 也就是说 我日元要跟七个字的 不同阴阳来相生相克 得出的十神 你看一下 这个润水是阳水 我是阳目 然后就是说 水生目 那么同阴阳的为偏阴 这个鬼水也是水 但是它属于阴水 水生目 生我者为阴 同阴阳的为偏阴 不同阴阳的为正义 这个一定要学 那你看 我们又去跟其他的天干 作为比较了 大家看 你看 我是假木 然后呢 然后呢 极土和这个 虚土 那么 虚土呢 它属于啊 它属阳的 极土呢 它是属阴的 那么我是属阳的 我假木是属阳木 那么木刻土 我刻者为财 我刻者为财 同阴阳的为偏财 也就是说 我刻稀土 稀土就是偏财 不同阴阳的为正财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接下来我们又往下看 你看一下 我是假木 我是阳 阳木 那么 我生者为食伤 我生者为食伤 就是说 木生火 那么 同阴阳的为食神 不同阴阳的为伤官 那你看一下 我生者为食伤 那么 丙火和这个假木 都是属阳的 那么我生者为木生火 我生者为食伤 那么同阴阳的为食神 那么丁火 它不同阴阳 它都是火 但是它不同阴阳 它就为伤官 这样明白吗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看 假木跟假木 是一阳相同的 同我者为兄弟 也就是说 同我者为比杰 比杰是 比肩和劫财 就我们简称为比杰 就取它前面这两个字来叫 就叫比杰 那么食伤 食神和生官 我们简称为食伤 我们就把这两个字叫食伤 这么记得好记点 那么 同我者为比杰 比杰 就是比杰和劫财 那么同阴阳的为比杰 不同阴阳的为劫财 你看 假木跟假木 是同阴阳的 所以他们是比杰 那么假木跟乙木 它不同阴阳 所以它是劫财 明白了吧 那么 大家就看 你看 我是木 然后 今是来克木的 今克木 那么 克我者为 官善 偏官和正官 偏官又有一个名字叫七善 所以叫官善 你叫偏官也可以 那么 那比如我们偏译 有人叫偏译 那你叫萧神也可以 它有两个名字 你都可以叫 那别人说偏译 但是写个萧神 你就不知道了 不要这样子 都要去学习 那么 克我者为官善 同阴阳的 就是为偏官 也就是七善 不同阴阳的 为正官 你看 看一下 这个金木 和这个甲木 它是同阴阳的 都是属阳的 那么 克我者为 官善 那么就是说 同阴阳的 就是偏官 就是七善的意思 那么 不同阴阳的 就是正官 心经来克我 就是 就是得到正官 那么这个十神 就得出来了 十神得出来了以后 我们天干 他有 相生相克的 地支 我们也有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的 往下面去讲 这个只是讲了天干 这个要背 你看 生我者为阴 同阴阳的 为偏义 不同阴阳的 为正义 我克者为 七财 那么就是说 同阴阳的 为偏财 不同阴阳的 为正财 我生者为 食伤 同阴阳的 为食神 不同阴阳的 为三财 同我者为 笔杰 同阴阳的 为笔尖 不同阴阳的 为劫财 克我者 为官善 同阴阳的 为七善 或者偏官 不同阴阳的 为正官 所以这个偏官 也叫七善 这个偏语 也叫萧神 这个也叫萧神 这个也叫七善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